各位好大家好我是洋晴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大瓷麻禮服 我在不久後的未來有一個場合會需要用到兩套 一套是非正式的禮服跟正式的禮服 那這個禮服的場合會在台灣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我是用什麼樣的標準下去挑選這些洋裝 然後我要怎麼從這些洋裝裡面去選擇 兩套出來 我今天總共有五套的洋裝 然後我這些洋裝都是在ASOS上面買的 為什麼會在ASOS上面買呢 因為ASOS上面其實它的洋裝分的細部很細 然後它的尺碼也很齊全 就是我這種身材 應該不是我這種身材 應該說每個人的身材都不一樣 所以有時候你到成衣店 你有時候不一定會挑得出你喜歡的 或者是也許你喜歡可是不適合你 我覺得ASOS它還蠻方便就是因為它可以退貨 不是鼓勵大家 而是我這五件裡面 我有幾件我一定是完全全是可以穿也符合我的風格 然後我知道我穿的身上也會很好看的 所以我才做了這一次的行動 然後如果你喜歡的話 就讓我們接著看下去吧 好的在我們開始看禮服之前呢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麼挑這些禮服的 我的挑衣服的經驗是因為 你要看你的身材 你的身材 首先你要把它分成上半部跟 我啦 我是把它分成上半部跟下半部 我的上半部是比較瘦的 我的下半部是比較胖的 然後 然後我們再從只看上半部跟只看下半部下去分辨說是哪一個部位 像我的上半部的話 我覺得我的胸部是大的 可是我的腰算細 然後我的手背是露的 當然幾乎每個胖的女生手背都是露的 所以就是把胖的地方遮起來就像是手背中間這一段 像胖胖的女生也蠻適合穿一字靈 下半身的話我屁股很大 可是我的小腿是細的 所以我可以穿 差不多到膝蓋 露出膝蓋以下的部分的衣服或是褲子 我都是適合 然後我的腳踝是細的 所以我也可以穿那種寬褲然後稍短的 或是到後面是縮口的 會讓你的腳踝看起來比較細 所以你必須先去解剖說你的身材是怎麼樣 是怎麼樣的形狀 你的上半身是怎樣 你的下半身是怎樣 我的上半身可以穿到那女生最多 我大概可以穿2XL 到或是版型那一點我可以穿XL就好了 可是我的下半身就真的必須穿用大尺嘛 像是3L或是4L的褲子 裙子就比較簡單 如果是衝緊帶就不太有很大的問題 好 那如果你剖析完之後 你再用這些東西下去選 你要的衣服的話 大概就可以穿出大概八九不離十 就可以知道說你適合哪些版型 像是我上半身比較瘦 所以我上半身可以穿比較貼的 可是我下半身比較大 所以我喜歡下半身是散狀裙 或是荷葉或是片裙的那種 我很喜歡穿片裙的衣服 就是下面是那種可以折過來 然後把一個綁結在腰上那種 那種的話我知道我自己穿一定很適合 我不喜歡的一些東西像是 我不喜歡很貼的禮服 像是那種窄裙系列 那個就不行 因為我的腹部上有一塊肉 然後再加上我屁股 所以我側邊的話我不是圓滑的 我是扑扑的兩塊屁股肉 不是圓的 可是我有看過胖胖女生 有些是圓的下來 我覺得那種穿窄裙 就不會很難看 我覺得你只要你自己喜歡 你自己穿起來是舒服的 在法國這邊啊 大家都很注重線條 所以在ASUS上面真的超多那種 超貼超貼超貼的禮服 那個我還是不行 我還是需要有一點空間的 可是我又不喜歡太寬鬆 有那種真的很寬鬆 就是那種很綿的材質的那種 然後整件是飄飄的 那個我也不行 因為整個人就是看起來超重的 我也沒有很愛小高粒 像是因為我有雙下巴 所以通常我不管是怎麼樣款式的衣服 我都會避開高粒或是小高粒 不然就是那種太厚 就是把下巴給擠出來那種 我就不是很愛 可是我這次看的禮服 有一件是類似這樣子 所以還是要看 因為我想試試看 好 然後應該會有人問說 那我穿的 我穿怎麼樣內衣 我穿是這種的 平口的 也不算平口 就是這種的 一體成型這種內衣 不是中間沒有一槓的那種 然後它肩帶是可以拆掉 所以它包覆性還蠻大的 這是我這次折扣季買的 然後它旁邊有膠條 所以我剛剛在試穿衣服的時候 是不會跑來跑去的 覺得這件非常好看 然後內褲當然就是穿膚色的內褲 首先呢我們先來看非正式 何謂非正式就是讓我覺得它不是藏禮服 它是像是我平常可以出席活動 或是上班也可以穿那種小洋裝 我把它歸類為非正式 然後我這次的非正式 我只有一件洋裝 剩下的兩件是褲裝 因為我覺得其實穿褲裝也是可以 不一定要穿裙裝 如果你不喜歡穿裙子 那就穿褲子吧 我買了一件是寬褲 一件是比較合的褲子 我這次會把這些禮服的優缺點都講出來給大家知道 就是上半身非常好看 我覺得我個人非常喜歡它的上半身 就是很安全 然後很舒服 又不會全包 因為有時候真的不要把你的衣服 不要把你的身材全部包起來 有時候你露一點 就算是胖的女生也可以露 露的話有時候反而會顯得比較瘦 你可以把你相對瘦的地方露出來 像是你可能胖可是你有鎖骨 像我是沒有鎖骨的人 或者是像肩膀比較少露 就是跟胸部比起來 肩膀比較少 你就把肩膀露出來 或是我小腿比較細 我就把小腿露出來 我覺得胖女生沒有說不能露身材 只是那個界線要拿捏 像如果你胸部很大 你又露了大半顆的胸部出來 這個我就不是很愛 因為會覺得說 好像你除了胸部之外 好像就沒有別的東西了 當然如果你以你的胸部為要 當然是無所謂的 就不要把別人拉 這個是我一直想嘗試的就是穿長褲 因為我覺得我 因為我屁股比較大 所以如果穿這種長褲的話 我正面應該還好 可是後面看起來就會不是很好看 所以我這次跳這件褲子的褲管 它是比較寬的 不是那種很緊很緊的 這件的話就是穿起來非常舒服 然後它就是裡面有做 新型的這種墊在這裡 然後我覺得上半身非常合身 然後穿得非常好看 可是它的下半身太寬了 我穿的是合我尺寸 因為我上半身是合的 所以如果我在買小一號的話 我的胸部可能會裝不下去 因為它後面是拉鍊的 所以不是鬆緊的 它的褲子太寬了 然後褲長太長了 對褲長太長 我這件事情 我有想到 因為我買的是 ASOS它有三個系列 一個是普通的 一個是ASOS TOW 一個是ASOS PRETTY 比較高跟身高比較矮的人 然後你都可以把那個 那個資訊欄點開 就是那件禮服的資訊欄點開的話 都會寫model的身高 然後我剛剛那件model的身高 是178公分 我想說差5公分應該還好吧 我加個高跟鞋應該就可以 結果我發現 嗯還是太長了 然後褲管 主要是褲管 我覺得褲長我還可以改 可是我覺得褲管真的是 有點太寬了 再來讓我們進入第二件 第二件也是那件褲裝 第二件褲裝 我非常喜歡它的設計 就是它就是長這樣子 而且它這邊是多了一片 它前面多了一片三角形的 算設計吧 然後我覺得它這個設計非常好看 讓它跟其他的褲裝 有一些區隔出來 然後它做的是寬褲 它整件都是直線直條的 它沒有曲線 只是它屁股有點掉掉 就是它擋有點高 然後我覺得它穿起來非常好看 我覺得 而且它可以穿於正式的場合 跟非正式的場合 就取決於看你穿什麼樣的鞋子 如果你戴一雙高跟鞋 跟我在影片裡面一樣 就是戴一雙高跟鞋 你就會看起來 嗯好像可以去什麼 餐會啊 酒會啊 或者是去上班去參展 好像都可以 然後你如果穿比例鞋 你就可以跟朋友去踏青 或是參加一些文青的小活動 去喝咖啡什麼的 都可以 它是可以遮到婦乳 對婦乳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有時候穿的太憋 上班身穿太憋 就是婦乳就擠出來 你就三五十就要去拉一下 也是非常不自在 這件是可以堪稱是 我愛的那種禮服 可是 可是 對 Always有個可是 它非常的透 怎麼會透明成這個樣子呢 然後我買回來的時候 給大家看一下 真的很透 然後我第一次穿上去的時候 我是穿 米色的 不是膚色 是米色的 然後是蕾絲的內褲 然後我穿上去 阿宅就說 你的正面很好看 你的背面 你穿什麼 大家都看得到 就是內褲痕 完全 連上面蕾絲都看得到 然後我就覺得很傷心 因為我真的還蠻喜歡這一件的 然後 在影片裡面應該是看不到 因為我換了一件內褲 所以 等著要阿宅回來之後 我就要讓他看一下說 我 穿這件內褲 然後再搭 到底 穿起來是看得到還是看不到 我覺得你挑選這些場合 這些禮服 其實 那個場合 一定會讓你 可能要站一整天 或者是 有那個場合 你需要跑來跑去 所以你必須讓 你自己挑一件自在一點的 再來是第三件 第三件 第三件就是我所說的 我確定我自己 穿起來會很好看的款式 就是一件 藍色的 經典款的 即西套裝 它就是 看你朋友知道 它就是一件 完全符合我身材 就是 胸口是 它整件是 比較像是片裙的設計 上面是V-0 然後是 一上一下的 然後下面是 荷包型 然後也是 一上一下的片裙設計 然後 也是 長度也非常剛好 到膝蓋 然後露出 我比較細的部分 我穿高關鍵鞋 然後看起來就 非常的端莊 對 看起來非常端莊 也沒有露出個 然後手背都遮起來 然後 穿起來是 有顯身材 可是又不顯胖 再加上它又是深色的 然後它又可以在任何的場合穿 這種就是正式跟非正式都可以穿 你要去上班也可以穿它 你要跟老闆去應酬 你也可以穿它 你要去踏勤 可能不太適合 對 就是很適合正裝的時候 開會的時候 參展的時候 去穿的一件衣服 好 可是呢 對對 它就是也有個可是 它的材質 有一點熱 因為我這次 在台灣的那個活動 是 9月 所以 很 應該是不是很涼 然後它這個材質 是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這個材質 它這個材質 就是你一穿上去 就是會開始流汗 這三件呢 我會選一件 然後 等一下兩件的裡面 我會再選一件 接著是長禮服 就是我所謂的正式禮服 正式禮服呢 我挑了兩件 一件是黑色的 這件 這件 好 這件它就是我說的 就是 算是高領吧 對 它是在這裡 然後後面要綁一個 綁一個領結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 它這件的設計 第一個是 我沒有試過這種的 領子的衣服 因為這種領子的衣服 的話 如果它很 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不管是泳裝 還是很多小洋裝 都是這種 綁 小高領的這種 然後 它非常需要注意就是 它從脖子到 胸旁邊的高度 要非常重要 因為它如果 切得太低 你整個這一邊 一整塊腹乳就會突出來 然後如果切太高 我們這邊比較多肉 然後 等於說腋下就會卡住 然後就跟這邊是卡住 所以這個 從脖子到腋下 腋下身體這一塊的角度 非常重要 然後 我覺得這一件的 那個角度 非常OK 第一個是因為它的材質 因為它材質是很軟的那種 是 摸起來的感覺 是質料很好的 所以說 它可以 它不會像 它不會很死 可是它又不會太鬆的 貼在你身上 所以 一看就知道這個材質 是適合的 然後它切下來的 那個角度是OK的 可是 對 大家看到背後 重點就是背後 它前面真的沒什麼 可是後面就是一件 大露背 大露背 露到屁股勾以上 如果你內褲穿太高 內褲還會露出來 對 然後 我穿上去這件的時候 我是覺得 我非常的喜歡 可是這一件的話 就是完全不可以穿內衣 畢竟它是大露背 然後 不能穿內衣的話 因為 我胸部很大 所以穿NEWBRA 應該也不會很好看 所以我就想說 應該就是 貼個胸貼 如果你是要參加一個晚會 或是一個舞會 我覺得穿這件應該OK 可是如果 你試著去參加別人的場子 然後你穿一件這個 可能會把別人的光給讚了 再來是最後一件了 最後一件的話 就是這件 對 粉紅色的洋裝 粉紅色洋裝 這件的話 也是一個 算是 我沒有嘗試過的顏色 其實 我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排斥粉紅色 只是 我沒有 不會特意挑 粉紅色的洋裝 我覺得 我可能會比較偏向 橘色 紅色 黃色 那種比較樂情的顏色 粉紅色洋裝 我沒有說我不喜歡 就是我沒有 之前沒有選過 所以 這件的話 我覺得 還蠻可愛的 第一個是長度也很夠 然後它跟剛剛那件 黑色的話 呃 材質應該是一樣的 然後就是那種 很輕膚很軟 然後也是那種 百折 細百折 我真的沒有很愛 露出下半身線條 上半身線條我ok 然後 它又是 上下半身的設計 所以它 有時候 穿起來會覺得說 你的腰好像蠻細的 這件其實穿起來蠻好看的 然後它有做一個 小小的 開叉 整體穿起來是舒服的 然後是自在的 因為它也沒有說 露 過度的露出哪個部位 就是 安全 不會讓你覺得難有的 一個件衣服 對我來說 它的缺點的話 就是它真的還蠻像伴娘服的 我當然 像伴娘服 是也沒有什麼不好啦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今天 我這一次 挑的 禮服們 總共五件 兩件褲裝 三件裙子 然後我會從這裡面挑兩件出來 你 我不會告訴你們 我決定挑哪幾件 因為其實這樣我已經決定好了 你們可以留言告訴我說 你們覺得哪一件比較好看 說不定我就當作參考 可是說實在的 我已經決定了 一樣是 露露的女生 胖胖的女生 你們 這支影片對你們來說有幫助的話 那就 祝你們挑禮服挑的幸運 然後 如果你們有什麼意見的話 可以留言 或是告訴我說 你們覺得哪幾件比較好看 我是已經傳遍各大親友 說請問你們覺得哪幾件比較好看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可以分享 訂閱 按讚 然後告訴你廣大的朋友們 我有我這號人物 那我們就 下支影片再見了 不能說很快 要說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隨便 打開 聽得分 結分 如果 可以 打開 試試看 應該 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